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数倍之敌生死决战的态势已经成为了红军不可避免的选择 1935年3月24日 蒋介石从重庆坐飞机来到贵阳 随即下台在贵阳六广门外的绥靖公署内 亲自指挥围剿红军的军事部署 三度赤水后 蒋介石叛赌红军 准备向西过金沙江 然而当他命令周回元追击时 这个习惯多看一步的黄埔军校校长突然意识到 他此时的对手毛泽东虚虚实实的战法中 有一种叫做回马枪的周识 同时马上联想到发生在一个多月前 红军三度赤水后的尊义战役 他急令中央军削月部的全部部队 以及赶来增援的乡军 顺序驻防尊义同资至乌江一线 和当时在这个同尊线上 有国民党两个比较精锐的诗 就是这个好孟宁诗 五十四诗和那个赔偿会的四十七诗 都是新从这个鳄鱼丸战场调来的 新调来的这两个诗呢 因为怕红军过来 他就没有想去挡红军 他就死定在这个同志和这个尊义之间就加乡防务 与此同时 中央军周回元纵队 吴奇伟纵队和前军王家立部 也在茅台凤香坝和鲁班场一线构建起毛链 从态势上看 蒋介石似乎突然失去了与红军决战的兴趣 反而专心经营起红军最擅长的 诱敌深入的战法 对于准备带领红军难渡乌江的毛泽东来说 目前的局面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无法在运动中兼敌 便失去了寻求机动 找到突破口的主动权 为了打破目前的局面 中阁军委决定红军迅速南下 进一步试探蒋介石的反应 1935年3月30日 负责无线电侦查的军委二局获得情报 伴随着红军南下的动作 驻防在堡垒里的国民党军队也开始有了动作 这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 却也给他带来了新的困惑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吴启伟和周恒远 两个主力部队啊 已经开始向南运运动 而我们的主力的大部呢 都已经沉冰在这个吴江的北岸 准备过吴江 这种形势下是比较紧急的 他们如果继续南下 就会发现我们的大部 如果呢 相遇啊 我们背对着吴江 那么整个这个 就避免不了一场雪战 根据二局的敌情通报 此时再有国军三个师的兵力 驻防吴江南 但是能对准备南渡吴江的中央红军 构成真正威胁的 却不是这三个师的国军 而是正在南下追击红军的 吴启伟纵队和周恒远纵队 那么怎么能够避开他们过吴江 蒋介石是在贵阳坐镇指挥 那么当时父亲就想到 我们能不能假冒蒋介石的密电 调开这两个部队 理由呢是我们对蒋介石的密电 是已经征收了很多 也都破了 就觉得这个 比较熟悉他的语言 还有一个蒋介石经常是乐拳 直接指挥这些部队 还有一个他朝令夕改 他经常一会儿改了这个密电 面对曾熙盛这个大胆的想法 虽然中阁军委的领导们都认为 这是摆脱目前困境的一个 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 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因此在执行这次秘密行动之前 中阁军委还是给曾熙盛提出了两点要求 第一个假电报呢不能发的太离谱 你不能叫它停 也不能叫它转向 对吧 他们本来是向这个 有点偏西方向走 就是说你的电报呢不能发的太离谱 还要让它继续向偏西方向走 第二个呢 这个电报 只此一次 不能发第二次 否则蒋介石会发现 我们已经破了他的拟电了 确定了假电报拟定的方针后 曾熙盛随即组织人手 以蒋介石的口气 分别给吴企伟纵队和周魂元纵队发电 并且马上组织对吴企伟纵队和周魂元纵队的 无线电监视 以确认这个大胆的举动 是否能收到预期的成效 很快一个好消息传到了红军总指挥部 吴企伟和周魂元果然按照红军的部署 向偏西的方向开始运动 危机的局面突现一丝曙光 毛泽东马上命令红军主力 迅速南渡吴江 1935年3月的最后一天 除了负责殿后的红九军团外 红军其余主力部队 全部通过乌江天险 跳出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前北包围圈 在他们的面前 是一条通往贵阳的大道 此时身在贵阳的蒋介石身边 已无多少部队可用 因为他的绝大多数部队 都被红军甩到了身后 曾熙胜利用假电报 调动国军的故事 因为保密的原因 一直显为人知 直到1967年 曾经在长征当中担任 二局副局长的宋玉和 前去探望重病在身的曾熙胜的时候 才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曾熙胜的夫人 而这个被毛泽东称为是红军长征中 指路明灯的军委二局 也因为赦灭的原因 被深埋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80年之后 当我们再次回顾在赤水河边发生的 这场被誉为是毛泽东战争指挥 得以制作的四度赤水战役的时候 也只能从往来的电报 还有地图上那条非常规轨迹的穿插线当中 来欣赏毛泽东军事指挥的神来之笔 以及在这背后隐藏的各种故事 1935年3月31日 中央红军南渡吴江 踏上了前往贵阳的大道 由于军委二局以假电报的方式 改变了中央军吴启伟纵队和周魂元纵队行进的轨迹 此时在贵阳卫戍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 就只有中央军一个师的兵力 乌江这边因为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全部调到了乌江以北 乌江这个南岸就没有什么部队 只有一个郭思衍的九十九十 那个九十九十是在中央苏区挨过哪的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 这个时候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到了西崩以后 马上就做了一个假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马上就往东走 就走到那个清水江那个地方 就在清水江那个地方 清水江边就大座 就做出一副要东渡清水江 要去会和贺销的一个动作 虽然1934年10月 红军从瑞京出发 本意就是到湘西与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合 但是自离平会议以后 这个目标就基本上已被否决掉了 此时毛泽东重新摆出一副准备东进的态势 也是身在贵阳的蒋介石产生了一个错觉 在分析当前的态势后 蒋介石认为红军此时已无路可走 北去和西进都有极大的风险 此时摆在红军面前的选择 只有东进湘西或者乘虚威逼贵阳 虽然后者胜算不大 但是无论红军如何选择 他所在的贵阳都有不保的风险 因为当时那个蒋介石在那个贵阳城里头 蒋介石很心慌 因为那个西风离贵阳也就不到百里 就是百八十里 那就是红军一天就新军就到了 由于此时中央军绝大多数部队仍在乌江以北一带活动 身处贵阳的蒋介石 一面给自己和夫人宋美玲准备了两架滑杆 以备紧急时刻迅速逃亡机场 另一面给离自己最近的滇军孙杜部发电报 让孙杜迅速到贵阳防御红军突袭 自从1935年2月 龙云派孙杜带领滇军前往贵阳搅攻以来 孙杜便一直以各种理由延缓部队的前进速度 并尽量避免与红军发生正面接触 然而当孙杜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 这位在前北一直处于消极代工状态的滇军将领 突然变得积极起来 这个深度就拿着那个带着队伍开跑 那个滇军这个部队啊 他训练比较严格 他是完全是日本军阀的那一套 日本叫完交出来的 启发非常严重 这个军棍教育非常厉害 说他那个兵啊 就是逼着你跑路 你要跑不动路上就把你逼 那个统治非常残酷的 说他那个部队也比较能打仗 就是跑路 就是特别是他滇西山区出来 滇西滇东山区出来的那些人 跑路比较行 结果很快 比猪毛的预计还要快一点 结果就跑到了正西位 跑到贵阳 孙杜的积极 给身在贵阳的蒋介石 吃了一颗定心丸 却惹恼了滇军的最高统帅 云南王龙云 虽然从二月份龙云当上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后 便不停的催促当时并不积极的孙杜 迅速寻找战机与红军交战 但是当两个月后 孙杜开始积极东进 前往贵阳秦王的时候 曾经不停催促孙杜前进的龙云 却开始变得不太积极了 因为这个跟他云南无关系了 对不对 再往东跑就往湖南那边跑了 往前东南那边跑了 这个跟他云南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龙云你开始扯后腿 龙云说你不能往那边走 龙云甚至放了一个狠话 说你再往那边走 我们就立刻 云南就立刻断绝你的一切经费 虽然龙云连发了疾风电宝 要求孙杜不要东进 但是此时急于在最高统帅面前表攻的孙杜 却并没有停住东进的脚步 4月3日 进入贵阳的孙杜 见到了蒋介石 在获得一番褒奖和五万大洋的赏赐后 蒋介石给孙杜布布置了下一步的行动人物 带领滇军继续向东 阻击击准备东窜的中央红军 自从一度赤水以来 将滇军从云南调出来 并且从云南境内渡过金沙江 借此跳出长征开始以后 四面楚歌的境 这一直是毛泽东往返赤水河两岸 寻求激动的一个最高目的 1935年4月 孙杜奉命进入贵阳秦王 而这个动作呢 让毛泽东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此时只要让蒋介石相信 红军南渡乌江之后的目标 是东进湘西和贺龙销客会师 那么四度赤水的最高目标 也就能够得以实现了 可是如何能够让蒋介石心甘情愿的上当 如何让他派遣滇军继续向东追击 这是需要红军首长们颇费心机的一件大事 1935年4月1日 就在孙杜带领滇军进入贵阳的同时 中央红军主力也进至乌江以南的清水江附近 并做出进取贵阳的姿态 对于毛泽东而言 这只是他调出滇军的一个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却让身在贵阳的蒋介石如坐针毡 他连夜下令赶住碉堡 并且命令贵阳城进入全城戒严的状态 然而令蒋介石意外的是 身处清水江边的红军并没有直取贵阳 而是在南岸徘徊了两天后 在清水江上架起了浮桥 按照常规的逻辑 此时迅速东渡对于中央红军来说 似乎是唯一的上上之选 而架起的浮桥成为蒋介石判断 红军必将东进最有力的作证 因为蒋介石已经判断 中央红军可能要东渡清水江往贺销里边去 说他当时就紧急电令 一边电令和剑 你赶快还不得来赌 一边就派这边的中央军 无锡尾动力 你们赶快过湖江去追 然后滇军也赶紧去东追 应该说他这个蒋介石 他不是一个很笨的对手 他也想到了中央红军有可能 就往东渡不成 他可能还要南下 他想到了这一招 所以他本来有一张底牌 底牌就是滇军的攻顺碧鱼 其实自从南渡乌江以来 毛泽东就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 打一场伏击 目标依然是一个多月前 败在自己手里的无锡尾纵队 然而南渡乌江的中央红军 徘徊了两天 也没把这场设计好的伏击打成 随后的几天 中央红军主力各部 按照中阁军委的部署 隐蔽待机 并派出诱敌部队 引诱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 进入伏击圈 等来的却只有中央军 一直负责侦查探路的别动队 并且一与红军接触 便即刻撤队 忙活了几天的三万中央红军 最终的战果 只有几十条枪的缴获 为了迅速打开目前的局面 4月6日下午3点 中阁军委决定不再等待 这场等不来的伏击 随即命令部队停止战斗 继续转移 以寻求机动 并派出小谷部队 向百夷方向积极扬动 故意暴露中央红军主力位置所在 说你要 你要跑了 你要东路清水江了 你还暴露自己阻力在此 那就是对方发通知了 说你赶快过来吧 赶快过来吧 结果那边就真就上当了 那边就烧火烧荒 反正做了很多假东西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对决中 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 一旦红军表现出对一个目标的执着 那这个目标一定不是红军的终极目标 而红军略不在意某件事 那这件事一定是毛泽东最在意的事情 这便是毛泽东在运动战中的指挥原则 绝不按对手制定的游戏规则出牌 1935年4月6日 坐镇贵阳城里的蒋介石 根据目前的形式 认定了红军此时已无路可走 东渡清水江前往湘西 与二六军团会合 是红军唯一的选择 他立即给湘军总指挥和剑发报 要他做好防堵工作 同时将自己防止红军南下的最后一张底牌 滇军第七旅调到了农里 压上了毒匪东串 并一举消灭红军这一笔大助手 然而就在蒋介石做好一切准备的同时 他的对手毛泽东 也准备翻开最后一张底牌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是晚上那个深夜时分 这个时候中文军委的那个角色就出了 中文军委的角色就出了 立即改变行动方向 南下 那个部队就不往东边去了 那边已经在架桥了 什么都搞得热火操天的 突然这个桥就不用了 回过头来就南下 1935年4月6日晚24时 身处清水江边的中央红军 突然转向迅速南下 而此时身处贵阳城内的蒋介石 依然认为红军必将东渡 4月7日 前往贵阳秦王的滇军孙渡部第二旅 已经越过贵阳进入龙里 并于次日清晨早早起沉 前往贵地 本来作为防堵红军南下的滇军第七旅 也仅仅跟随第二旅 于4月8日进入了龙里 由于救驾有功 4月7日一整天 从蒋介石手里领取了 五万大洋奖赏的孙渡 都在贵阳城里应付 来自国民党高层的各种应酬 直到4月8日一早 他才从薛月手里 要了一辆六轮卡车 带着手下和一个警卫营出贵阳向东 追赶自己的部队 在孙渡的心里 红军必将东渡 已成为他认定的事实 然而在前面不远的道路上 另一个事实 将彻底打破他心中 这个根深蒂固的认识 边军在往东走 这个中央红军在南下 两边就基本上擦肩而护 擦得最厉害的一次肩 就是在泥尔关 在贵阳的泥尔关 这个南下的部队 红军南下的部队 刚好就堵住了孙渡的汽车 但是他不知道是孙渡 这次意外的遭遇 不仅让孙渡惊出一身冷汗 同时也让坐镇贵阳的蒋介石 如座振战 因为孙渡和红军相遇的尼尔关 距贵阳不过几十公里 只需要一个急冲锋 红军就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 占领贵阳城 4月8日夜 在接到孙渡的报告后 蒋介石急令滇军第二旅 迅速回援贵阳 同时命令滇军主力 马上南下追击 在贵阳和农里的敌军的力量 就一下加强了 就部队多了 一下加强了 结果给红军过这个轮子 这个路也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就万一敌人出来的话 这个也是很危险的 很危急的 这个路上就非常急 都是小道 非常急 就产生了那种插队的现象 大家都急着往前赶 队伍就比较乱 头一天晚上就是在山上速营的 第二天他们下山以后去过路 去过路的时候 就发现三军团的总部已经过来了 就是彭德怀就在旁边一个小村子里 他们在那速营的 彭德怀和李俱奎相遇的4月9日 也是中央红军主力穿越龙柱县最为关键的一天 由于从贵阳继续南下 龙柱县是必经之路 因此如何抵挡住来自贵阳和龙李两翼的来犯之地 成为红军能否跳出包围圈的最后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自从1934年秋 江江之战以来 红军一直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中 面对40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 红军经过转兵贵州突破乌江 四渡赤水和威逼贵阳 终于将滇军从云南调了出来 同时也将原来的四面之敌 全部甩到了身后 然而如果此时红军被两翼之敌 拖住行军的速度 那么一场蒋介石期望了六个月的决战 将在贵阳成交最终上演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其他部队 中国军委决定 由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 负责阻止两面之敌 而原本应该快速通过 龙柱县的红一军团医师 也因为这次拥堵事件 参加了整个四渡赤水战役中的 最后一场战斗 然后医师去占领东南省 监视龙里这边的敌人 我们三军团占领凤凰山 监视贵阳方向的敌人 这两边的敌人 不管哪边的敌人来了 都是死的 一定要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 安全通过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他们都走完了 你听我的通知 咱们再撤 1935年4月9日晚8点 红军主力全部通过龙柱县 除此时仍在乌江北岸 掩护主力的红九军团外 经过龙柱县之后 在青年附近 遭遇了中央军 吴岐北纵队一个团的阻击 这场战斗 从4月10号中午 一直持续到黄昏 到午夜时分 红军主力部队 趁着夜色悄悄撤出了战斗 而这并没有被中央军发现 结果打了一阵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斗 而这个时候 红军主力 其实早已经继续吸进了 青年战斗之后 红军将湘江之战以来的 40万追兵抛在了身后 而这也成为了 毛泽东实现了通过四度赤水 为自己赢得战略激动的 一个标志型的世界 1935年的5月 在贵州执政三年的王家列 被蒋介石带回了南京 贵州这个一直有军阀割据的省份 也因为四度赤水战役的 各种机缘巧合 成为了国民政府直辖的一个省份 并且为成为两年之后 全面抗战的大后方 打下了几处 四度赤水战役顺利结束之后 中央红军入云南 走四川飞夺卢定桥 爬雪山过草地 最终来到了山北延安 在这里开创了一番新的天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